回到我們剛剛這邊 你看我現在字體的部分已經解決了 這裡 它已經會變成綠色的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正常打出我們的中文字來 那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剛剛有去背過的 你下載下來之後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它下載下來之後其實就是這個格式 叫做PNG 我們這邊沒有顯示出來 它的副檔名叫做PNG 那這個格式其實對 我們不管是現在 大家用來做簡報 用來做影片很重要 因為呢PNG這個格式是可以帶所謂的透明度 而且透明度是可以 有256種的透明程度 所以 半透明 是不是也可以 你可以透明不透明也可以半透明 所以像法師啊 那些都會很不錯 那我們找到它預設放在下載這裡 你下載下來之後呢 你看我把這張丟進來 感覺一下 有沒有去背了 這樣很明顯去背了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放進來 感覺就不一樣 就不是剪刀降弧直接貼進去啦 你如果一整張四四方的貼進去 當然效果就比較差 不過當然我們一般在做的時候會盡量減少這樣的情形 因為這樣就直接切掉嘛 所以可能我就會擺旁邊 不然就是前面再放一些 東西稍微擋住一下 這樣感覺起來會比較OK 好 那這樣中文的部分有沒有問題了 所以你 如果要自己增加就從這邊增加 當然它本身也有一些內建的一些 文字的樣子你可以選 這個我就不用講太多 因為這個你會 好那我們 剛剛介紹的它的 基本的圖庫 還有字型部分 那你再往下走 往下走像這個什麼註解啊 那些都還好 我們要看的是下面這邊 這個有一個角色 有一個 來我先看角色這一塊 那麼角色跟我們這邊的圖庫 單一張有一點不一樣 角色呢它這裡分成幾種類型 你可以看到呢它這邊有Flash的 有PNG的Grip的 那麼 這些東西它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都是具備的 可是 它 同一個角色裡面 比如說像這個Flash 你看我把它點進去 有沒有同一個角色有不同的動作 好所以它就不是單一圖庫 那我們一般包括就比較沒有這種 類型的圖庫 所以有些時候你可能需要比較多一點點的 你就可以考慮 比如說Compatative 加油的 那你就把它丟出來 有沒有喝洞的 當然它是Flash 好它是Flash 那等一下我告訴你 這種圖庫 你在用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我們現在網頁上Flash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 好所以呢 我就順便講一下好了 如果你用這個發布到網頁上 它會只留第一張 但是你在我們本機段編輯 或者你電腦段有安裝這個軟體 你預覽的時候就跟這個一樣就沒有問題 好 那它除了這個你看往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還有一個Flash 那這個也是動畫 可是它就不是像這樣有 有那種 同一個動作 它就是單一個 所以呢 你如果有需要 一些比如說像 像聖誕節快到了 你看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 都是去備好的 Flash都去備好 那用Flash有個好處 因為Flash是向量的 所以怎麼樣 放大縮小有沒有發現不失真 它不會像點陣圖這樣放大就 糊掉了 對對對 好所以這是它的優點 那 好那我就先 拿掉一下 那麼你剛剛看到我們在這個 這個角色這裡 除了有Flash是不是還有PNG還有GIF 那GIF的話 跟PNG都是點陣圖 但是呢GIF是可以會動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 聖誕老公公有沒有很多不同聖誕老公公 那因為它是點陣圖 所以說各位 放大放大 有沒有感覺它糊掉了 這樣有知道兩個差別了 所以這個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呢你看右手邊我們大致 就像這樣 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這樣 第一個 我們的 Folksky的一個操作 有沒有比較容易的 各位可以試看看 那如果你是自己的圖檔 你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或者像我們剛剛 這種 我就直接按著丟進來 這樣都可以 好不好 給各位稍微試一下囉 那麼 現在呢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你看 我這邊有規劃 剛剛有沒有講的 特色啦 簡報作品沒看 沒關係 裝完了 我們的 中文字型有沒有講完了 對不對 現在是不是加入這些 這裡是不是也講過了 你有沒有感覺 雖然我們今天 我都隨便亂講 但是我有沒有 照著新制圖的步驟在講 有嘛 那再來我們看 如果你要找一些免費圖庫 像這兩個 應該算是蠻著名的 那為什麼 特別跟老師 跟同學提一下 是因為 你以後出去之後 簡報如果要公開 我們還是要尊重一下 智慧財產權 不要隨便亂用 不然有點危險 那這兩個呢 是 你都可以直接拿去用 不需要特別連結回去的 我想各位對於那個什麼創用CC 應該都有一些概念 那你可以找找看這兩個 像這個 PESELS 這個 好 這個呢有中文版 繁體中文版 他裡面可以找到的 圖片跟影片 那你就可以 用中文也OK 當然用英文會找到更多 所以呢你今天需要什麼樣的圖庫 你來這邊拿的 好點進去 就可以直接下載 有沒有 他說你可以期待得到你的回音嘛 但是你不做是沒有關係的 你可以直接把它儲存起來就拿去用 好這是第1個 第2個 PESELS BAY這個 NABAY 這個呢也是一樣 但是它的類型更多 它本身呢 也有那個 簡體中文的語系 所以呢你如果捲到下面 在這裡 有沒有 簡體中文如果你真的很在意 一定要有一個中文界面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 那你看它可以搜尋的包括 照片的 插畫的 向量的 視訊的 音樂 音效 都有 這就比較多 好那你今天找到了一個 比如說我這邊 好找到 這位 你看我們的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可做商業用途 不要求署名 這樣可以理解 也就是 世人就拿去用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問我 那是來自哪裡 好所以這些圖庫 你在使用上就相對比較沒問題 這樣了解了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 這個AI的我就先不講 AI的放大就先不講 那我們剛剛會的這些之後 你看 我們還有一個超連結的部分 順便帶進來 來請問一下 你在簡報裡面會不會加速超連結 有可能 那 我們一般 PowerPoint的概念 或者一般我們像這個 Word 裡面都一樣 就是它是以物件為概念 我點到哪一個物件 點到哪一個物件去做 但是呢在Focus在裡面 它的超連結概念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像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我如果有超連結 其實我滑鼠滑過去 這裡 有沒有 但是呢它的超連結呢 並不是做在字上面 而是怎麼樣 好像我現在這張地圖 我是一個完整的地圖 大家有沒有去過 比如說像柯博館 或者一些 一些旅遊景點 它有一張地圖給你之後 你在這裡 如果你是去它的網站 可能在這邊地圖上點一下 就跳到這個 景點上面去 所以它的概念比較像我們製作網頁的時候 有一種叫網頁地圖的概念 所以呢 你看喔 我在這邊 你看有沒有一個叫鏈子 這就是超連結 所以你今天哪個區域 想要做超連結 你就把這個畫起來 有沒有這樣滑過來就變成一個手 所以今天不是說我一定要 把它綁在字上面 或者是綁在圖片上 只要被我框住的 那我們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連結到哪裡 怎麼打開 怎麼做提示 這邊都有 所以如果今天 想要連結到這邊 我就把它放到這裡 OK 那我預覽一下 滑鼠滑過來 有沒有變成熟 就這樣 這樣了解 好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樣子 我就覺得這裡有一個 色塊好像 有點擋到的那種感覺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先暫時把它的透明度降低一點 這樣你就比較不會感覺到 那麼 完全存在 你看有沒有比較淡一點 但是呢你的超連結就在這邊 這樣了解 好所以這個是他做超連結的方法 可能跟我們 同學一般在 做比較不一樣 那當然不要你就把它刪掉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剛剛先講了兩個 一個是這個 另外就是那個 圖庫的部分 這個你可以參考看看